达摩十八首 传说最初就由达摩所创 当年达摩终日静坐 不免筋骨疲倦 他发现很多弟子坐禅时间久了 昏昏欲睡 精神不振 加之少林寺附落在深山老林 需要随时放在深山老林 防备各种野兽的侵袭 于是达摩仿效我国古人 观念身体的各种动作 编成用于健身的活身法 并传授给其他僧人 而这就是少林泉的雏形